本期的内容是讲第一届图灵奖的获得者 我打算开一个系列介绍所有图灵奖的获得者 欢迎收听我的第427期忽然呼应电台 这一期就是讲1966年首届图灵奖颁发给了叫 埃伦·佩利的一个人 但这绝对是史之名贵的 虽然他是第一届 他不仅是Elgo这个语言 他是所有现在变成语言之父 我们现在不管你写什么语言 都是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尤其是主流的这几个语言 你如果说特别不主流 这个不好说 他就是在Elgo语言的定义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且他是让计算机系 以前都没有计算机系 他是第一个开计算机系的 因此他越来越厉害的原因是 后面的那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都是他的学生 因为他让计算机系在美国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先介绍一下小时候 不能叫小时候了 就是生平 这都维基百科上就有 他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匹斯堡 宾州的匹斯堡 原本是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学化学 1942年毕业了 毕业发现要上战场 美国那边是二战嘛 就去当了空军 战争结束以后 他就返回校园 这次呢他没有在学化学 你会发现以前呢 就上一个世界化学是非常热门的 你会发现他这个elgo语言 他是学化学 那个佛城语言那个也是学化学 你会发现特别厉害 就可能以前的时候化学比较比较厉害 我发现那上一届 上上个世界好多计算机非常厉害的人都学化学 他1942年毕业之后 回来之后他又发现化学不行 他又去加州理工学院读了一个数学 然后呢又去麻省理工学院就MRT 然后读了个博士 这个跟惠普的那个差不多 就是我先去打两年仗 然后再回来接着干什么 毕业之后呢 他又到了一个马里兰州 一个军方的弹导研究室工作 这个研究室就是大名鼎鼎的 冯诺一曼曾经带过的地方 之后呢 他又回学校了 又回学校参加了一个叫旋风 旋风的这个计算机项目 这个旋风计算机项目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生 不是这个科研你很难设计出来 你会发现 旋风可能失败了 但是呢 他造就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 其他的经验 这个可能就是 怎么说呀 叫无心插柳是吧 就是说你会发现 很多的 比如说DC公司啊 或者IBM公司啊什么的 就因为旋风这个项目 旋风项目实际上是失败的 因为他模拟这个 模拟飞行是吧 微软模拟飞行 他是训练空军的话 他是试图就是说 哎 我们不要用这个机器 你万一摔了呢 摔死人了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能不能做个模拟器 然后就做这个项目 因为算力不行 他们就找不停的公司合作 包括DC 你就会发现 DC造出来的那几个 前几代机器 都是基于旋风做的 结果你看 DC的那PDP几 PDP几 后来呢 因为性能太弱 大家都不太喜欢用 结果呢 扔在那里 后来又竟然在上面 开发出了UNIX 是吧 就是这样 就是你无心插流 你是没有办法设计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创新啊 你还难说设计 除非你操人家 就是我们要对着 他操一个新的项目 这是有可能做立项 否则的话 你很难去讲 很难去设计成功 目前来看 计算机就这样子 包括网络也是这样子 本来不是干这件事情 发现了越来越厉害 但我在讲这个旋风项目之前 因为旋风项目之前就有计算机 所以我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早期这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你一学计算机 第一个书先起来就是什么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就叫ANIAC 就那个台积器 叫做电子 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器 计算器 就锁起嘛 ANIAC每一个的叫Electric Numerical 什么东西 And a Computer 反正就是这样 这个玩意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学院 根据哪个 就是联邦政府给了他10万块钱 10万美元 10万美元的合同 大家看一下 这个ANIAC是10万 然后旋风呢 旋风就比较厉害了 旋风坑了两个部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联邦政府给了10万 旋风坑了一个海军 一个空军 每家100万 你想想是他20位很厉害 但是呢 确实我认为是失败的项目 后来的话 倒是发展出了很多其他的公司 但是这个模拟这个事情 没做成功 这个给10万的这个ANIAC呢 他是说 我要在这个实验室中 计算什么弹道 就是火炮计算弹道 实际上他的二战都结束了 他也没搞成功 所以 这个就是这样 ANIAC实际上就并没有投入战场 他是计算各种火炮计算的弹道 然后你要怎么有个青鞋脚 这个样子可能就是所研制而成功的 这个项目是有谁 就是约翰莫里奇 跟这个修克特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是负责设计逻辑 就是可能 做一些逻辑设计 另一个设计什么 就是电路设计 这两个人 花了十万美金 以前的十万美金可能很多 但现在对我来说也很多 ANIAC就是说 他实际上并不是二进制的 他是实进制的 他同时可以处理 就是十个实进制 而且 那时候没有说 晶贴管是电子管的 实进制的电子管 同时你十个 实进制十位数进去 电子管做的 就时钟频率可能在 十万这个样 十万 十万赫兹好像是 加法呢 大概用0.2毫秒 乘法的话 大概是2.8毫秒 乘法就会比较慢 这个庞然大物就是 要大概是150平的一个房子 重30分 功耗是150千瓦 他是在1946年2月时完成的 他本来是什么 打二战 但是呢 完成的时候 都投降了 是吧 就没法打嘛 因此呢 他就 就不搞了嘛 就是说二战的时候 本来是他就 把他运到了哪里 就是阿拉莫斯 叫洛克阿拉莫斯的 国家实验室 计算什么 计算机啊 计算原子弹 就是曼哈顿工程的 这个爆炸问题 发现了 哎呀 不太行 真的是 也不太行 后来的话 这个阿拉莫斯实验室 就觉得 算了 不要了 是吧 后来就到空军 空军又拿去用了一圈 到了 他实际上用了 大概9年时间 到1955年10月 就停止运势 但是空军实验场中 也不是很好 最后你知道 多少钱一年吗 一美金 就是说 你敢用我这个 150千瓦的计算机 是吧 你就是靠个电费 但是我租借给你 给多少钱 一美金 一美金一年 就相当于免费给 就这样 这个你反正也是 10万美金 也是坑坑的 这个联邦政府的 是吧 你们爱谁用谁用 反正呢 电费你自己出 就好像是 咱们谁用的 华比特币 都什么 但这个故事 是有点 这个戏剧性 就前面我不说了 这个 爱尼亚克斯斯 就是 这个 伊克特尔跟这个 莫奇利 这两个人 发明了 一个设计什么 但是这两家人 这俩人 他都分别开公司 以前的时候 我在电台里 讲过 那个阿塔纳索夫 就是阿塔纳索夫 那个他实际上 他设计的 他告诉了 伊克特 跟这个莫里奇 是莫里奇 还是莫奇利 反正他们就朋友嘛 在谈话的时候 他告诉了他 这两个人一听 好像可以 就按照这个去设计 但是你说是不是一样 不好说 他就不停地在打官司嘛 这个阿塔纳索夫说 说我这个有版权 是吧 你得给我打官司 后来的话确实 就是1941年的时候 法院确实证实了 这个莫奇利 就是 他们确实有通信呀 有什么的 确实证实 是这个阿塔纳索夫 给他的启发 但是我相信 应该不一样吧 然后呢 他设计了 艾利亚克 这个阿塔纳索夫 他有一个计算机 叫ABC嘛 就是阿塔纳索夫 就是A嘛 阿塔纳索夫 ABC 什么B是什么东西 我忘了 还有就是说 computer ABC 这台计算机 但现在的话 我们一说 第一台计算机是谁呢 肯定不会说阿塔纳索夫 阿塔纳索夫造出来的 那个也不错 用自行车什么的 好像在哪个大学里 现在还展示着 但是大家似乎并不太买账 以前我做电台做过他 现在的话 大家一说 谁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 都是想艾利亚克 不会想阿塔纳索夫 虽然法院里认为 你就是第一个 但是这没有用 是吧 它是 虽然艾利亚克 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但是它没有存储的功能 就是我不能装软件 每次运行的话 都需要干什么 就女程序员 我要重新的 叫不止水电 是吧 不止电路 就是我重新的更改程序 然后我要重新的设计 这个线拔来拔去的 你这个插在这里 然后每一样任务的话 都需要单独的去插线 这种设计显然 显然不行吗 那个谁就不开心吗 这个冯诺一曼就不开心 因此呢 就是说 大家就说 不是大家了 就是 当时大家都认为了 这个东西不行 你这个天天去插来插去 肯定不行吧 然后曼茨斯大大学 有一个叫Mark 1 然后呢 另一个英国的建桥大学 有一个叫维尔克斯 他也是 他也是这个 1967年的这个 统领奖得主 就下一次 下一次 这个是第一届 1966年第一届 下一期 下一期的话 我就再做这个 维尔克斯 维尔克斯 他设计的第一台拥有 就是我可以存储了 它是1949年 5月完成的Edisac 然而呢 就是说 这个仍然是有争议 说谁先设计的 第一个存储式的计算机呢 这个也有争议 但对我们 反正不是我设计的是吧 肯定是要么就是Mark 1 要么就是Edisac 这个无所谓 反正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Edisac 确实是卖的比这个Mark 1要好很多 Edisac上出了好多好多的名人 包括我们说的simular语言 或者是什么 都是在Edisac上 而不是在这个Mark 1 因此呢 你出名很重要 其实你不是第一个的话也可以 计划呢 就是说 他们 发现了 就冯诺一曼啊 跟这个 跟这两个Edisac的这个人说 你这个机器啊 不行 为什么呢 不能传东西嘛 冯诺一曼很厉害 以前我也做过他电台节目 就是 在调试阶段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能用这个 不能用用这种落后的这个东西 他给他搞了一个叫半导体二极管 就是说呢 然后时钟呢 就达到了一兆赫兹 然后自尝试三十二位 以前的话都是十进制 他说你要用二进制 这个就非常厉害 由于这个Edisac 然后又拿了一笔钱 前面搞那个Edisac的这个人 这两个人呢 就去自己开公司去了 就赚钱去了 就不去搞了 结果呢 又换了一批新人 本来他还可以做这个Edisac 但是呢 他去赚钱了 他又不做这件事情 Edisac 因此呢 不停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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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威尔克斯呢 后来 一个新人 威尔克斯刚开始不厉害了 也就是说呢 你在正常的位置上 你慢慢的有不厉害 也就一层拿成了 这个 图灵奖 也不能说他不厉害 他比前两个人肯定是不厉害嘛 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 不停的磨 不停的磨 又加上 叫什么 你这个运气好 这个风口上是吧 你只能得 不好意思啊 这个图灵奖 就是给你准备的 因此呢 Edisac 就慢慢的成功了 在1952年 他就是成功了 而且卖了不少台 非常非常多的 IBM高兴坏了 又是我的 是吧 虽然 那时候IBM 还不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呢 这是两台机器 一个是Edisac 还是Eniac 他们其实是 都是属于一类计算机吧 都属于串型计算机 也就是说呢 我数据要 逐位的进行计算 不管你是十进制 还是二进制 因此我都是 逐位计算 所以呢 速度相对来说 是比较慢 你比较慢的话 你做一个飞机的模拟器 就不行嘛 你要检查温速 或者是什么 就不行 因此呢 他们又找到了 官方 官方不是把那个 空军 不是把那个 Eniac 拿去用了一段时间吗 就一年一亿美金 但是电费 可能花好几百万美金 然后发现不行 他们说不能用这个机器 要重新设计个机器 因此呢 他们要尝试 设计另外一个机器 就是这个旋风 旋风的主要设计者 都是MIT嘛 MIT的叫 弗里特斯 当然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了 弗里特斯的话 他就觉得 哎呦 当时你要一定处理 这个数据的稳定性啊 因此呢 就设计旋风 这个机器实际上 是受Edisac的影响 他们从Edisac那里 找来了几个人 这边设计软件呢 这个是谁呢 设计软件呢 就是我们本文的这个 艾伦佩利 刚刚 刚刚打完仗 然后又回到了 自己学校做研究的 这一个哈 你看看就这样 就是命运的齿轮 落到了他的肩上 因此呢 他就设计这个东西嘛 由于飞 当时模拟飞机嘛 飞机的稳定性 可能很多条指令 我不知道 没开过飞机 只打过飞机 因此呢 我前面说的 你是串行嘛 他们就说 你这一定要改成并行 同时呢 你体积不能太大 我们以前搞过来 一个Edisac 150平 防止 他就给他建一个 因此呢 这个要把串行 改成并行 而且体积不能过大 并且呢 他们知道设计 以前的话 你想想 Edisac都能搞出 32位来 然后 这个 新设计的旋风呢 竟然是16位自长 当时 弗洛伊曼本人还挺 挺挺感兴趣的 然后一听 妈的 还不如我上次设计的 因此呢 他就不参与了 为什么 他就说 你这个肯定不行 为什么 我都上一代 给你整个32位的 你现在又整个16位 所以不感兴趣了 但是呢 也没办法 这大佬不在 你还是要干嘛 然后旋风呢 就发现 还有一个更快的东西 就是 他们引用了 叫应急射线管 作为这个内存存储器 没见过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他确实 以前的时候是用水银的 做存储器 现在呢 还用应急射线管 做存储器 据说水银呢 是速度比较慢 是一种物理运动 但应急射线比较快 就像苹果所说的 我们的8G内存 是顶上你普通 普通的16G 但我听到这句话 就是放 是吧 但大家都会认为 苹果经常出这种 狗屁事情 买个电脑 到现在为止 给你个8G内存 然后256G硬盘 现在你怎么可能 是这样 但是他确实 就这样 但旋风研制的话 他是真的用了 应急射线管 他的宣传 是应急射线管 就是比水银的快 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他之前也没有成功 整个的20世纪 50年代的话 因为冷战在加剧 你这个军方 也就对这个旋风 寄予很大的希望 因为空军呢 先给了100万 相比以前 我刚说了 人家给10万 你给100万 因此呢 埃尼亚克的 就什么了 马胜利公园 特地 就是有100万了 反正进账了 我建立一个实验室 叫什么 林肯实验室 美国总统林肯 林肯实验室 以这个弗里斯特 弗里斯特 非常厉害 弗里斯特 没有这个弗里斯特 这个人 可能美国的整个的产业 就 IT产业不会这么发达 为什么 因为弗里斯特是这样 你要拉到钱 拉到钱 并且随便分钱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就是你有100万的话 我们这里先贪个50万 不 他不贪 我相信他贪的话 他可能以后养大了再贪 我不知道他贪不贪 反正他的名声是还好 就是说的 这些钱的你要洒出去 可能你最终 90%的项目都失败了 但是你只要有10% 获得个1000倍的投入 那个就是可以吗 这相当于风险投资的一种理念 我们这里是 先打个100万 先贪个50万 你再二手一包 又贪30万 最后干活的人 8万 就这样 你100万最后 他是不一样 他确实拿了很多很多钱 从海军里坑一批 从空间里坑一批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厉害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一种能力是吧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就是1951年的时候 旋风呢 就慢慢的通信了 然后他发现 也可以做这个防空系统了 就是现在的爱国者那个雏形 也就在1951年的时候 确实是爱国者雏形 你介绍 因为我有时候也看看军事 他就会提到这个旋风 叫做Sage Sage这个系统叫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 爱国者是全自动地面防空系统 他是半自动的话 他是美国15 全美全美国 他花了17个防区 就是你这个苏联的飞机过来 或者扔子弹 你扔子弹怎么办 所以呢他有这些防区 这些这个旋风系统 这个计算机啊 他发现了是可以的 可以做些联系 但是他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现在我看这个这个 什么哪个哪个地方 炸这个以色列 不是好几百个那种飞机 不是拦截了99% 还是99.9% 反正就一个故意漏过去了 我估计 就是这个旋风也很厉害了 他将这个雷达呀 就是防御雷达上获得的信息 然后传到哪里 传到林肯实验室 马上领会学院这个林肯实验室 然后就有旋风计算机进行分析 这就是说呢 那时候有点互联网的出行了 是吧 当时但值得一提的话 那时候还有一个存储器 磁心存储器 是台湾人 叫王安 大家也许有人知道他 非常出名 王安就是 王安计算机 王安电脑 然后可以说是 跟IBM可以掰手腕的那种公司 但是他执意要把自己的公司 什么传给自己的亲儿子 又不行了吗 亲儿子 爹厉害 亲儿子可不一定厉害 如果他亲儿子是那种 哎呦我 做杀手掌柜 就是说让很厉害的人上去也好 就是说 结果呢 他没有哈 他他总是要证明自己比老爹厉害 但是当你不如老爹厉害 但是你又不停的在证明 你比老爹厉害的话 是不是企业就干垮了 你如果只是吃喝飘赌 然后杀手掌柜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企业 仍然还可以活得很好 结果呢 他最怕的就是 这些 二代要证明自己能力很强 就嘎嘎 这个王安电脑就挂了 但是我不太讲这个 不想讲华人的事情 为啥 因为很多人觉得 哎呦妈的又侮辱他是吧 就是他确实是华人 这个王安发明了这个磁心的囤属器 他们把这个技术也用在了这个 旋风中 以前我不是刚说了 以前是用 先是用水银的是吧 后来用应急射线管 后来就是磁心的 哎呦磁心的就跟现在的差不多了 以后就是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的性能 相当于固态硬盘了 什么内存 在1952年的话 佩利呢 这个飞机 这个整个旋风系统还没有完全搞好的时候 他就他就已经去当什么 当主人了 去了普渡大学 创立了什么计算机系 第一个计算机中心 然后佩利就 因为生产这个计算机的时候 我就前面说了 有CDC DEC 还有IBM 就这样 都关系非常非常好 然后IBM呢 就给了他一台 你说给了他一台叫CPC 就是Card Programmed Calculator 就是传卡的那种计算器吧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CPC计算机 后来的话 这个佩利发现不行 他又设计了一种叫做 Internal Translator的语言 然后专门给他设计编程语言了 他已经给这个还打卡的计算机 IBM的计算机设计编程语言 但是当时还是没有 没有可能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他这个设计语言的时候 实际上是比Fortune是同一个时代 1956年的话 他不是又跳槽了 又转到了卡奈基理工学院 他学化学的那个地方 再次推 他又去建立了一个计算机中心 计算机系 这个比较厉害 普渡大学呀 还有卡奈基理工学院 后来他去了好几个地方 就是职业建造计算机系的人 是吧 因为他会嘛 所以呢 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建计算机系 说服人家说 我要建计算机 现在我们都知道有计算机系 以前没有的 以前还觉得计算机系是个什么东西 结果呢 他见 他第一次见 他不停的 他见了很多学校的计算机系 所以呢 是不是大家都要喊他一声师傅 后来的话 为什么他名声这么大 都是我老师吗 为什么 我是大学生 在建了四年之后 他又到了卡奈基理工学院 又建计算机 对普渡大学里 他不是给那个CDC开发了这个IT语言呢 然后又移植到了IBM的机器上 就是每到一处IBM或者是DEC给机器 然后他就在上面编语言 给他做这个就IT语言 IT真的是叫IT 只是我们叫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他是internal translator 这个IT语言的话 就在IBM的机器上不停的在使用 然后到处都用他这个 他是为IBM650做这个 IT语言跟汇变语言都是他做的 这些工作的话 你显然都是你做的 你肯定就是先去嘛 以前没有 因此呢 这个ACM 那时候大家就发现了 很多的市场上很多的有电脑 但是呢 没有编上语言 大家一想想 也不能不通用啊 因为英国那边有Mark电脑 然后这边有什么 能不能通用啊 然后呢 欧洲那一边就决定给美国开一个 开一个同行 开一个会设计一个什么 通用的计算机编成语言 不要说你你你用东我用西是吧 然后大家认为谁对会设计语言 肯定是佩丽嘛 为什么因为他设计过 他经常给计算机设计语言 然后呢 他就被命名为什么 这个委员会做通用计算机委员会的主席 在1958年的时候 在苏黎市举行了ACM小组 以及当时是德国 所以联邦德国啊 民主德国那时候还在建桥呢 联邦德国是有 叫营养数学跟力学协会 就是主要一大堆欧洲的这个人 两个小组 就是开始形成一个语言叫LGO58 对初呢 称之为为什么叫LGO 就是国际代数语言 简称International 什么的 LGBRA language 就是IAL 你想想那是不是德语跟 德语跟英语是不是 没法交流吗 大家能理解这个 你会德语不一定会英语 你会英语肯定不一定会德语 但是谁最会设计语言肯定会英语的 因此德国的专家 又不停的提出来 他们不会英语 于是呢 就把德语要翻译成英语 这就出现问题了 是什么 比如说我提了一个意见 变成语言的意见 我有德语转换成英语 是不是你的找一个懂一点计算机的 或者懂一点什么的 来做转换 因此呢翻译的时候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又没有说GPT4让它去翻译 因此呢 当时德语的信息消失了 以后凭图灵奖的时候 人家又要看这谁发明了 结果你会发现 德国那边是比较吃亏的 像LGBRA語言的话 大概出了三四个的 就是图灵奖 德国那边 就是欧洲那边只出了一个 为什么 因为信息丢失了 所以一定要保存好信息 最后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语言的话 你去找 你去找 我这个一幅 一幅 语言或者是现在随便哪一个 switch或者是什么 你一找 最终追溯到哪里 就是LGO语言 就是LGO58 在LGO58基础上呢 他们又 肯定要向前推进嘛 在1960年的时候 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 全球的软件什么大会 然后发表了什么 LGO语言60 就是60的这个报告 然后62年可能又是 LGO62这个样子 就里程碑嘛 但是大家最认可的是哪个第一版本 好像无比的话 是不是 你都是5比86最好 后面都不学 为什么 你说有没有人用5比2000的 好像很少 大家都用5比86 虽然涉及的可能是有问题 你习惯了也就好了嘛 所以大家最认可的 仍然是这个LGO58 这就开启了一个 程序设计语言的新纪元 你不是说LGO有多好 它是第一个 就是它是第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这一个 现代变成语言 是这样 因为以前的话 你每个机器 MBM有IBM的汇编 那个DEC有DEC的什么 汇谱有汇谱的那个 大家认为这不行 因此呢我们要传一个语言 因此呢 这就是LGO 以后的语言 都在学它 基于它 比如说 1971年出现的Pasico语言 就是在LGO60的技术上扩充的 当时这个Pasico语言 还是那个 叫叫叫叫什么 LISP语言 这个麦卡锡 还有Pasico 这个叫沃斯 这个 他们都是图灵奖 他们做什么工作呢 他们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 但是他们给这个LGO语言 就是写这些详细的文档 就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就详细的写 你这就是 这叫十四造英雄啊 你就会发现战争年代 是不是出很多将军 你普通时间没有战争 不能出将军吗 你会发现 图灵奖也是这个样子 计算机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们会设计语言 因为需要做这个设计 你说为什么这个 艾伦佩利好像没什么设计 他组织的嘛 是不是 就这样 就是在 因此呢 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 现代语言的特点 都是LGO58 1958年就 就确定下来的 其他的人都是 参与了这项活动 然后呢 他们才开始设计语言 为什么 因为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 包括Pasico 或者是LISP 还有那个慧别语 不是叫 Fortune语言的 他们都做 Fortune语言的这个 是直接参加了 直接参加了那个13人 去欧洲的那13人 就有他 但是像Pasico跟这个LISP 是没有参加 但是他们参与了写作 就是这个初稿 他写过 所以呢 这个语言非常厉害 后来的话 有没有人说 我设计了诗语言 去获格图灵脚 没有 诗语言加把拍 更不用说 现在这些公司设计的 Go语言 不可能得图灵脚了 为什么 因为Lgo Lgo语言是第一个嘛 不可能 因为你设计了一门 变成语言 给你个图灵脚 这是绝不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 不能说没有什么创新 创新没有那么大嘛 咱们可以看一下 Lgo就是说 主要的特点 就是 我这个变量 可以是局部性的 以前的话 你在汇片中 你能局部性吗 你是不是定一个变量 你放到哪里 都不一定嘛 而且他还有动态的成分 就是说 他也支持帝规 很多的语言 是不支持帝规的 但是呢 在这个Lgo的话 他就支持了帝规 当然了 他有很多的 比如说巴克斯范氏 巴克斯范氏 就是Fortune那个 Fortune那个是当场参加了 13人之一 所以呢 他也得了这个 图灵脚 非常厉害啊 就是 都都在这个Lgo58里 就是Lgo58 Lgo60 还有62年 佩利是起得了什么作用 他是领队吗 大家都都是 他是领队 是关键的作用 他在这方面 也就是说 他获得首届图灵脚的主要原因 在佩利的整个支持之下呢 卡奈基理工学院 也就率先 就是什么 因为他到处设立计算机系嘛 然后开设程序设计课程 然后呢 反正就是计算机 叫什么 标志着计算机科学教育的 一个开端 这就引起了 美国国防部的注意 特别是这个 叫高级 高级研究计划署 是吗 要不停的 不停的给钱 然后用于这个教育的结果 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呢 很多的学校都是他建的 包括卡奈基理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这几个呢 都率先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 和这个独立的学院 他是从什么 有的是从电气工程中独立出来 有的是从数学中 有的是什么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这个 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被誉为是计算机科学的电机人 电机人大家知道 去去那个什么 在卡奈基理工学院 他工作的时间相当比较长 他们 最初的三个老师 就是他 佩利 还有西蒙 还有纽二 都是图灵奖 因此呢 他被称为计算机的三架马车 这并不是说他们有 所以我就说嘛 你摊上个好时候 又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在1971年的时候 他又离开了这个卡奈基米罗大学 然后去了哪里 耶鲁大学 因为耶鲁大学还没有计算机系 他也就 后来还一直时间在耶鲁大学 待的时间比较长 他就 后来好像又去了哪个 加州理工学院还是什么 反正是 也是去建这个计算机系 因此呢 佩利正要搞一下 到处都是他建的学院嘛 第一任院长 谁 佩利 就是比较厉害 尤其是 大家都是他的学生 佩利的话 他同时也是这个 学术嘛 学术组织或者学术活动的创造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 包括 ACM那么厉害是吧 这一职位就是说 他是觉得 又有个主席是吧 大家说谁当主席最好 他当是不是 就是他是第一任这个ACM的主席 然后还还做了什么 主编嘛 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到处到处去嘛 他是乒乓外交 他来中国中国讲学 呃 是乒乓外交 好像是1972年的时候 他跟着尼克松是吧 跟着尼克松的 访问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中的成员之一 非常非常厉害啊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 任何名词都可以 啊 对了 我再提一点 他特别喜欢说明言警句 有一个网页上 你去收佩利的话 你有一个网页上给他总结了120句 就是我们现在计算机界啊 看到的很多很多的那种 叫什么 叫 计算机的名言警句 都是他整的 他的意思呢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 是说任何名词都可以变成动词 他的意思 你就通过不懈的努力 谷歌 比如说 谷歌是一个公司名吗 你谷歌刚成立 你敢说他是谷歌吗 是吧 你现在一说谷歌 就变成动词了 就是 所以呢 这也是佩利一生的一些自理名言吧 当然还小了很多的书 我都没看过 真的是没看过 太老了 我们也不看这个书 我相信 他这些书都非常有价值 我就列了 列一下他书吧 我没有看过 叫对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 1970年的 我没出声 计算机科学导的 但是他写的书 都是特别古老的 1972年的 还有软件可重用性 1989年的 而且 如果有人想看的话 你去搜搜 我是没看 我也不打算看 就是1973年的话 佩利也就当选了院士 美国的什么院士 然后76年又 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然后又成了美国工程院院士 1976年的时候 然后1966年的时候 还有这个图灵奖 是吧 1984年的时候 又得了什么奖 然后有 40多所大学的 名誉博士学位 就大家都发给他 名誉博士学位 他在1990年的时候 已经吸引到病 就是去世了 年龄相对来说 比较小 68岁 他就是 1966年8月 然后获得了 图灵奖 在颁奖典礼上 他发表了一个 算法系统综合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演讲 当时呢 他就说 当时的时候 计算机是用什么 用那个打卡机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卡 然后进行什么东西 但是呢 佩利已经 把目光投向了 未来是吧 他强调这个 图灵的重要性 将来会出现什么 程序设计语言 包括你这个程序设计语言 你不能光有语法 你要有数据库 跟要有这些 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 现在我们是不是 所有的都是按照他这个 还有说你这个 要操作数据结构 就是相当 现在我们是不是 离不开这些东西了 他指明的方向 比如说现在 我们所有的编程语言 都在都在都已经实现了吧 你说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 我也没读过他那么多书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去读读吗 对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 计算机科学导论 软件可重用性 算法系统的综合 也就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好了 这一期第一期就讲这个配例 再见